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2月26号警告称 当前美国疫情形势仍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稍有不慎就会把美国推向另一个疫情高峰 福奇认为 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规模 以及降低检测阳性率 才能使美国各项疫情数据进一步降低 福奇建议在此之前 各州政府不要放松管控措施